如果要從比較低的沙發 遲到比較高的輪椅要怎麼移位比較省力 那這個問題 首先 比較高的輪椅 沒有多高 輪椅差不多都是四十幾乎 四十幾乎 頂多五十 所以不太可能有太高的 那低的沙發有可能 首先呢 告訴各位就是 不要坐低的沙發 已經就是站不起來 你會這樣問就是他從低的沙發站不起來 你就要把沙發或是他的椅子弄高 那我們上一集有講到就是 你要去量長輩吸窩的高度 一定要比他高 一定要比他高 那又不要高過於吸窩到屁股的中間 中間點 所以就是要把椅子變高 這樣就比較輕鬆 對對對 如果椅子真的沒有辦法變高 其實也就是這個方法而已 因為我們要讓長輩自己站起來 最好的方法就是 往前 然後把他的重量引導到他的腳掌上 那他就會用力 那他就會比較累 就是你比較低 他就會比較累一點 那你可能要靠一位腰帶 一位要幫他多提那麼一點 對對對 你就要幫他多提一點 沒辦法的 因為椅子就太低了嘛 既然太低就要把他弄高 就不要 或是說你可以利用沙發 可以在沙發上加坐墊 或是現在也有那個沙發的腳 腳的那個加高氣 對 加高氣 解決沙發的問題比較重要 所以重點就是這個高低插 盡量是可以不要讓他插太多的方式 就可以讓他比較輕鬆 是的 小春不太太 白分 謝謝 小春不太太 恭喜 wollen